郵輪公海游服辦 首班船昨晚啟航 有乘客大感興奮 有信心防疫措施充足之下 不會出現確診個案 郵輪夜晚9點啟航 慢慢駛離啟得郵輪碼頭 適逢何思培再奪銀牌 船身有燈飾顯示美人如何思培字樣 郵輪經理員們到南塘海峽 再前往公海會按同一條路線迴程 郵輪乘客下午分批上船 郵輪旅遊停辦大概一年半後復辦 大人小孩都相當興奮 在家裡大家都躲起來了一年多 心情很興奮 也很想快點進去玩 看樓去放監 在船上最想看藍天碧海 鮮生一家四口 連同其他兩個家庭 總共12人一起登上郵輪之旅 認為好玩過窄到駕 郵輪內第一已經安排了收到節目 有了所有的設施在這裡 不過最可惜就是我們還沒有機會落地 首行大概一千個乘客 會在海上過三天兩夜 全部要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當中有少過一百個小孩還未達到接種年齡 所有乘客都要出示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並攜帶追蹤器 如果兩個人雙隔不夠1.5米 追蹤器就會斬紅燈 連續超過15分鐘 會被視為密切接觸者 一旦出現陽性個案 郵輪需要立即回航 所有人要留在船上接受強制檢測 船上有大概20部這些救生艇 以往都可以用來接載乘客去不同海島或景點 疫情下行程不可以有中途站 不能下船 這些艇只可以用來救生 無線電視記者線字報導